刚对馆长陈之翰右手右脚连开三枪 23岁流星犯嫌前科累累 妨害自由伤害毁损 进出警局早已是加强变犯 这回锁定馆长开枪泄愤 因为双方早有嫌弃 馆长我看你来了你好壮 让我摸一下啦 让我摸一下嘛 你好壮给我摸一下嘛 馆长曾在这个月16号曝光 馆内监视器指控一名男会员 把他摸透透将近五分钟 扬言要提购性骚扰 流星会员立刻遭网友肉搜 怀恨在心谋划整起枪击案 嫌犯从住家出来 先是搭上预先叫好的计程车 犯案前第一站先是到领口 买酒壮胆再埋伏开枪 随手蓝车下计程车 一路往馆长陈之翰锁在地前进 途中嫌犯还停在超商买酒壮胆 又到健身房外前后埋伏三个小时 又等了半个小时 直到陈之翰准备离开健身房时 刑犯立刻上前连开三枪 以证人身份做完笔录 面带微笑但不愿回答任何问题 他是载着枪手完成犯案的小黄问奖 强调有听到枪声 但不知道是自己车上这一名乘客开的 你那是有扣枪声吗 没有没有 真的 我现在还很乱 而犯案强制曝光 外号小沙漠之音的半自动手枪 威力强好携带操作容易 常出现在电影画面中 但在台湾相当罕见 难道全粹不满遭肉搜就开枪泄愤 还是背后另有藏进人 警方要抽丝剥茧 厘清整起案件真相 即使台北错误告